我妈买的文具盒 BS我买的文具盒 它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这是我买的字典文具盒 它表面是帆布置地 特别的轻巧 它每一个细节都完全符合真正的字典 和续本放在一起 傻傻分不清楚 要是把它带到学校去 老师肯定会纳闷 你怎么突然这么爱学习了 打开之后 内部的设计也非常的简洁 就这么一个大通铺 超级能装 在别的文具盒装不下的东西 都可以放进来 这里还有一个加层 里面可以放尺子和眼镜 带去学校放到桌面上 满满都是文化气息 老妈你的文具盒太古板了 一点创意都没有 给你看看我的恐龙文具盒 而且这只恐龙很多关节 都是可以活动的 我看你是皮痒痒了 明明是一个玩具 不用来冒充文具盒 老妈你不要着急 看我来给你变个魔术 把恐龙血盆大口打开 给它进行一个口腔检查 小舌头的这个位置 可以扣出一把可爱的尺子 这把尺子既可爱 还能卷起来方便收纳 拍一下还能当手环 像我里面藏着一个血笔刀 每次削笔的时候 就感觉是在给恐龙做牙齿的根管治疗 你肯定要往我削出的铅笔械去哪了 把他的下巴扣开就能倒出来 他的肚子也暗藏玄机 里面藏着一个迷你定书机 这个位置是一块橡皮擦 别看定书机个头响 用起来还是挺顺手的 花里胡哨 连放笔的地方都没有 你这能叫文具盒吗 谁说没有放笔的地方 把他尾巴拔出来 这不就是一只金色的铅笔吗 没有一点智商 还真不会用这个文具盒 最后来投票 你是喜欢恐龙 还是喜欢字典